然後我那個時候就經歷過 那種學長 虧 就是他說 沒事 我那時候是一個高中生 然後平常不來練球 有領錢才來 看你也沒多好 就是跟 而且是跟其他的學長講 大家都在 可是你知道那種當下一個 我那時候還沒滿18歲 還是小孩子 對 就是你也沒辦法頂嘴 然後你只能默默承受 你在職業隊我也沒有練到 我就是去拖地 去擦球 去幫學長倒水 他說就虧 然後那時候其實滿難過的 因為他不知道我家 是需要這份錢 我高二就是代替我父親那一份 就是把這個沒有多少錢 就是這種營養金拿給爺爺奶奶 可是我也不講 我講了我搞不好他們會虧更兇 我就撐在心裡 台灣大道富邦 有一個練習生也碰到這個狀況 他是 你沒有辦法想像 練習生是沒有 在職業球團是很卑微的 他沒有預算 也沒有多一個人頭的收入給他 他不像明星球員這樣 他就是晚上練球對不對 練完球去加油站打工 反而還加油 好辛苦 可是這個時候我知道 他那狀態是很辛苦的 而且你千萬不要跟以前的學長 這樣對待他 你知道他有這狀況是這樣 我就自己把所有的球員 正式球員 包含明星球員的學長 因為我是副齡隊 我是拉一個群 我說我個人一個月就1萬塊錢 那其他 我說你最少的話 你丟個1000塊 我們把它變一個 每個月算一個基金 然後我請我的管理 你私底下你拿給他 然後其他你要吃飯的話 就多一副碗筷 你帶著這個學弟 你太貼心了吧 然後你從頭到尾 你都不要去跟他提 他家裡狀況的事情 然後他是育幼院長大的 好辛苦 這個更 我覺得更困難 對 那所以 當然他 他後來沒有打出來也沒有關係 可是你在那個過程 是因為你經歷過 所以你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可以去幫助他 到底什麼樣的公司環境主管 最能夠留下同仁 長達12年的研究 很多人都會覺得 加薪 有好福利 可以留下員工 後來發現 最重要是在主管 如果說這個主管 可以設身處地 去體會同仁的辛苦 挫折 壓力 或者是失望 體會他們的感受 另外一個 如果這個主管 他是非常樂於聆聽 聆聽同仁的心聲 那這樣的主管 其實是最能夠長長久久 留下一個好員工 而且讓員工無所 就是非常非常願意 為公司付出的 所以我後來還是會覺得 像剛剛大家講的 所謂博感情 設身處地體會他的辛苦 是最重要的 對 剛剛聽了好感動 都快講不出來 真的 好 第三個是什麼 真心希望屬下有好發展 對 這個我無故不得不說 我老公的公司 因為我老公在他這間公司 也工作了快十年了 很久 很久 然後他們台灣分部 也不過才十幾個人 然後每一個人 其實還有更多 比他做更久的 我老公都快十年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有很不錯的制度跟主管 因為之前 因為他們總部是在美國 San Jose 他們在美國之前有一個職缺 就是希望能夠從台灣的人裡面 選人過去 因為現在大陸的市場很重要 然後 但是他大陸是一個新市場 所以他希望會講中文的人 然後去 當然就是從台灣的分部先選 然後就可以跑 去美國總部上班 跑兩岸三地 然後那時候 美國的總部就來了一封mail 就跟台灣所有的人 包括他們的總經理講說 他們希望能夠推薦一個人選 到美國面試這樣子 然後但是下面美國總部有一個單書 就是highly recommend 就是他們有強力希望是能夠總經理 就是升到美國總部去這樣子 但是他們公司有一個同事 我老公有一個同事 他其實進這個公司 他就一直很希望 有一天能夠到美國總部工作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去外國留學過 他從進這家公司 他就每個禮拜六日 他就很努力的在學英文 自己請家教 他就在學英文 然後就是每年他就是很努力 只要出差 只要去美國評鑑 他永遠都是得前三名 就是很努力 然後其實他們台灣的總經理 也知道這一個下屬 很想要去美國 然後但是這個總經理 自己是被推薦要升過去的 然後他這個同事知道 看到那封mail 就是強力建議是總經理過去的時候 他心裡也死心了 就是跟我老公說那算了 我應該也過不去 因為就那一個缺 美國人都指定了 這已經半指定了吧 就是這個人 他就想說那就算了好了 那也就算了 但他很想過去 他有跟我老公說 但沒想到這個總經理 有一天經過他的座位旁邊 就拿了一封信給他 然後他打開來一看 是這個總經理 幫他寫給美國的推薦信 對 然後這個總經理 就是以他自己的身分 推薦這個下屬去美國面試 他只願他知道他很想去 然後這個人他就真的去美國面試 然後去美國面試之後 他真的上了 然後他就去美國工作了 然後他的年薪是幾乎快千萬台幣 然後美國幫他辦所有的居留證 然後讓他的老婆全部過去 然後讓他在那邊租房子 就福利非常好 而且重點是 他到美國原廠總部對不對 他變成這個總經理的上司 他來台灣的時候還是以 他是以老外 對 他是以老外的身分來台灣 所以連總經理都要去接待他 但是當然 就是他們不會有這樣子的 階級的分別 但是就是這一個總經理 等於是他的博樂 真的是博樂 這裡我聽到好勵志的部分 是他利用週末學英文 他很想 自我盡興 我敢想 你喜歡這樣的學生 你這樣子你才有後續 有機會去美國工作 他真的好想去美國工作 你可不可以借我 可不可以 他真的很想 但是也要遇到好長官 那當然了 當然 但前提是他英文不好 老闆也不能做 對 先做好自己 當然 就是有國樂你還要有實力 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 好主管真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講我自己遇到的這個主管 我必須說 因為我大概從進報社之後 大概後來這 最近這幾年 就陸續的會在電視上出現 那很多的其他長官看到 可能會考生 你就說賺很多錢 一年賺多少 就是你也是用虧的 可是就是你那個感覺 是很不舒服 加起來也會不舒服 對 為什麼你 為什麼長官真的在跟你講 我的長官都可以講 我越來越胖了 沒有 沒有 可是這個長官沒有 這個長官他就跟我說 你只要注意一個原則 他說 他說你不要去學人家講八卦 你要建立自己的品牌 你出去你就是講你的專業 讓人家覺得你是有實力的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他說 因為你去上電視 所以你要做更多 如果別人沒有寫的專欄 你要自己寫專欄 人家沒有要求 你要去做 因為要代表說 你沒有因此而荒廢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就一直逼迫我說你要開專欄 你不能只寫你即時的新聞 你要開專欄 所以我就在我們醫藥板 開了兩個專欄 一個是吃對了 你吃在桌都能瘦 一個是吃錯了 你吃在營養都不夠 就是做了兩個專欄 每個禮拜都要推 每次要寫專欄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想死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反正後來寫著寫著 也就習慣了 就有了累積 我記得我要離職 我那個時候 我要離職的時候 老闆就說 當時逼迫你做這件事情 就是要做一件事情 不論你去到哪裡 這個東西都是你的累積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品牌 因為媒體有一天不知道 他可能是夕陽 可是如果我有建立 你自己的品牌 你到哪裡都能活 他說不要覺得 我當時在壓榨你 當時我就是要幫你 奠定這些技術 所以我當時也要求 其他人寫詞他們不做 其實他那個時候 不只要求我做 他覺得其他人 也可以發展自己的強項 你不只是一個報社的棋子 你有你自己的觀點 自己的看法 我給你你的空間 可是其他人他們都 後來沒有人要做 我就去做這件事情 他說這些做來就是你自己的 後來我記得我走 我後來出版社來找我 我就說其實他們想要出 那兩個專欄的集結 可是因為那個 做全是屬於報社 我不能那個 對 但是我就覺得 確實你只要有做 有累積有看到 我就很感激他 因為他不會說阻止你去 他只告訴你要做更好 是 你自己的 對 大家都會洗財 但如果說今天這個財 在你的工作環境裡面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能夠 發揮儲蓄或者是要受阻的話 其實我記得很多主管 心胸放寬一點 然後讓他儲蓄這樣 我之前在一個電視台 我剛才當主管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一個 做了兩年半的一個記者 一個女孩子 她有一天就跑來跟我講 她說 長官 你覺得我是不適合幹記者 我這樣想一想 想了半天之後我就跟他講 不適合 他說 那你覺得我可以去做網路的 什麼什麼的工作 我說可以 我覺得哪一家 我是很少主管 敢下屬敢跟我講 他想要跳槽到哪裡 對 我要跟很多的朋友講 千萬不要隨便相信你的主管 你如果要跳槽拜託你先保密 因為我真的有帶過一種主管 他是這樣子 你跟他講他要去哪裡 他就趕快打電話過去 給對方說 我跟你講 這個這樣很爛 在這裡有沒有工作都很糟糕 我跟你講 除非這個主管你能夠相信 他願意傾聽 而且他能夠保密 否則的話 不要隨便露口風 當初這個小女生就是因為相信我 然後他跟我講 我跟他討論完之後 後來我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應該去那個地方去工作 然後你不適合在新聞界 為什麼 因為你有很多新聞記者 應該有的條件你是沒有的 就例如說說我們跑新聞 有時候到這裡過頭就不對 不到也是不對 如果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現在有個範圍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那就是正確的 我們這個女孩子 她是國立大學的一個 算是還滿優秀的一個學生 她常常會把新聞寫得太過頭 她太過頭的時候就錯了 完全就不對 未到位都不對 所以我剛才講說 你很努力 你很認真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你真的不適合當記者 你再當記者下去 總有一天你有沒有就被告 要不然就在路上被他打 就這兩條路這樣 後來之後他聽了我的話之後 他說那我去那裡 你可以幫我保密 我說你放心 我絕對會保密 而且我祝福你 為什麼呢 我希望有一天的時候 我有那個榮幸 人家問我說你認識某某某 我說我很榮幸 我曾經跟他共思過 就是後來我就請他去那個地方 事後的時候 他的那個公司的那個 因為他們執行長我認識 他就打來給我 他說你們這個員工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你怎麼會那麼容易放他走 我說他是個傑出的一個女孩子 如今他的那個執行長 到了另外一家更大的網路公司去 這個女孩子現在是這家 網路公司的一個執行長 執行長 對 然後他一直在跟我講一件事 他說我當初給他很多 很好的一些建議 他也希望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就是把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有沒有 延伸下去 所以我跟很多主管講 你如果擁有一個好的人 才能把他訓練好了 你不要害怕把他放出去 也不要把他留在身邊 你就當成是你所謂的這種 職場生涯這種生命的一種延伸就好 真的 沒錯 其實我後來發現 有競爭力的員工 其實是不會一直原地踏步的 因為他們是會有一點企圖心 這是非常好的 所以其實好的主管 就會在這時候給他們期許 就是鼓勵他們可以自我的挑戰 然後也會告訴他說 你對公司的貢獻在哪裡 然後會給他一個 有成就感的工作的內容 像剛剛大家說的 所以當他往上走的時候 其實這些攻擊 也會放在這個主管的身上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主管的心裡都很怕 同仁超越自己 可是當你不怕的時候 其實同仁做得好 那個功勞都會回到你身上 其實會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是 第四個是什麼呢